字幕志祥 今天家最舒服的 去旅行去得你這麼辛苦 下次我自己去算吧 沒這樣吧,明表哥 最多我增上一杯水給你喝 又好,GoGoGo 這件事呢,明表哥 怎麼了?俊俊 我剛才開水後想泡水給你喝 但你看這杯水居然有色 明表哥,自樂水公司偷懶 沒過你好些水就給我們用 不是他們偷懶,是你 我這麼乖,泡水給你喝 你還說我偷懶? 太傷心了 俊俊,是因為你沒有做 放水這個動作 放水? 嗯? 當大廈的公共範圍 或者單位內部水管多日未被使用 食水就會停留在水管一段時間 當再開水喉的時候 水管裏面的一些沉澱物可能會被沖起 令食水看上去有點混濁 又或者管道內壁遭到腐蝕 導致鐵或者蟻融在水裏面 都有機會造成水質混濁 令到水變成泥黃色或者啡啡的色 這個時候只要打開水龍頭 持續放水幾分鐘 將污垢或者鐵獸沖走 水質就會回復正常清潔的狀態 即是說,我們去旅行回來 要先開一陣水,放走頭一陣 除了去完旅行之外 還有大廈洗完水箱 又或者停水之後恢復供水 都應該先放兩分鐘水 讓那些沉澱物排走它 那就好沙水 進進啊 放出來的水 我們可以儲起來用在其他方面 例如是淋花、清潔 又或者是沖刺 千萬不要浪費食水 你又去哪裏? 我上去拿水桶裝著水 我們約了這麼多日旅行 花都借光 我拿去淋花 你不是說我偷懶 是就是 但你剛才說泡水給我喝的 沒了一件事 剛剛回來這麼累 我想喝杯暖水 好,沒問題 我先去水煲倒水 哎呀,為何杯裡有這些白色的東西呢? 明表哥 為何杯裡有這些白色的東西呢? 我早就想到會有事 這些是蓋化物來的 對人體無害的 蛤?蓋化物? 好,讓我和你科普一下 好多家庭一般的生活習慣 都會將自來水煲滾再飲用 在高溫加熱的過程當中 食水中的重碳酸鹽 會開始分解成為碳酸鈣和碳酸味 並以結晶火粒的形狀 從水中沉澱出白色的蓋化物 如果電水煲用完之後 並沒有徹底清洗 久而久之 這些蓋化物就會積聚 和黏附在電水煲裡面 就是平時所說的水垢 或者水鹼 是對人體無害的 嗯 趕了這麼久 終於可以喝一杯水了 晉晉,你快要變成水博士 知道這麼多水知識 蛤?我才七歲而已 不要給我這麼大壓力 好厲害 來吧 給大家一個科普知識 自來水在過濾的過程當中 會保留微量的礦物質 這些天然的礦物質 都是我們人體所需要的 可以說是有益而無害的 不過煲完水也是盡快飲用啦 反而要記得的就是 如果你家使用電水煲的話 記得要定期清潔 因為微量的蓋化物長期積聚的話 會令到水中的礦物質 慢慢增加它們的濃度 所以記得每個月清潔你們家的電水煲啦